冯先生和王女士都是90后 从高中同学到彼此相知相爱 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成家 还很快买了房 在大家眼中可谓是既幸福又幸运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让人艳羡的小夫妻 却在婚姻走到第四年时 突然离了婚 当时初六就爆发出来了 说狠话 危急了话 他让我滚 我就直接去跟他去把离婚证理了 好好的日子到这里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王女士说自己挣得少遭嫌弃 在家里没地位 他说如果你能够挣得跟我一样多 我不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吗 他就是嫌我挣得少了吗 但冯先生却说 其实在这个家里妻子才是王 他说我不是靠着他 我在北京不能溺足 这个是事实 他把我妈 他说我打了 我打了怎么了 就是我是王那种 听上去 王女士脾气大 地位高 和她自己描述的反差甚大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谁在轻视谁呢 他比冷过 我就很没有安全感 面对各自委屈相互指责的二人 老师们为何却纷纷看好 大呼可惜 你们各有各的优势 你们是拥有一手好牌 觉得你们俩真乃天作之和 一手好牌 怎么在他们手里就成了烂尾的结局 在老师们看来各具优势 甚至是天作之和的婚姻 为什么会走到离婚的境地 已经离婚的他们 今天来调解又是为了什么呢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清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市首席特约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 已经离婚 已经离婚的这个小年轻 王女士和冯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2月23号已经离婚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心结没有解开 一个是我跟他妈之间的那个矛盾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 金钱上的一些分歧 就是希望以后大家 不要再为这些事情纠结 希望轻轻松松地去面对未来是吧 对 冯先生呢 就是我们结婚四年来 然后以及有矛盾的一年 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父母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作为晚辈 他要尊重父母 我是想让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虽然离了婚 但问题却没有解决 听冯先生的意思 让他们离了婚 却仍然不能释怀的根源 不是感情问题 而是前妻和他父母的矛盾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导致结婚四年就走不下去了呢 我们离婚的原因是 今年大年初六 他打我妈 我们已经有一个一岁的小孩 然后现在是刚一岁 所以家里是说要半周岁 他不同意 我们最后还是半了 他就说我不尊重他们家 当时初六就爆发出来了 跟我吵 说狠话 威胁的话 我就要给他爸爸打电话 让他爸爸来说一下他 他说 我如果给他爸打电话 他要打我妈 我电话一拨通 他就立马去 到隔壁房去打我妈 当时我妈都睡着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离婚的 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跟他妈 11月份的时候就有过冲突 我说家庭过得不和睦 也没必要半周岁 我就直接表明了 我的态度不半周岁 那月30的早上 他跟我说 他妈的意思是请客 没有说半周岁 到正月初三 他们家亲戚来了之后 就是给我贺喜 说的是生日快乐 所以我就明白了 这就是半周岁 但是没有说请我 娘家这边的亲戚过来 所以那天我妈就不是很高兴 到了初六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我说你半周岁这个事情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他不认为做得有错 我说你们在这些事情上 不尊重我 我以后不会让你们 全家好过的 这就是他说的 我说的狠话 这句话应该也是激怒了他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样子 他管不了 所以需要我的父母过来 劝收我 所以他就要给我爸打电话 那个时候已经 快11点了吧 我说这么晚了 你给我爸打电话 我是我们的矛盾 是我们的矛盾 你如果给我爸打电话 我就把你爸妈叫起来 你说的是打起来 先说 对 先说的是叫起来 然后他还是执意要打电话 这个时候我就 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 你如果把我爸妈叫过来 我就把你爸妈打起来 他说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动手 所以他就给我爸 电话就拨通了 他拨通的时候 我就拿着衣架去了 他爸妈的房间 在他妈的被子上打了几下 然后他妈就起来了 我爸应该也是在电话里 听见了 所以我爸就赶过来了 当天晚上 他爸来了之后 然后 他当时特别的嚣张 他爸让他道歉 他不道歉 他说我打了 我打了怎么了 是 我是亡那种 我道过歉了 我跟他妈是单独道歉的 我说我动手不对 然后给他爸 我是倒了一杯茶 跟他爸 给他爸我说是我脾气不好 多包含一下 然后我爸 也给他妈道歉了 他说 嫂子是我没有教好孩子 他觉得我道歉心不沉 因为半久的分歧 王女士冲动之下 触及到了冯先生的底线 事后他虽然道了歉 但却没有得到原谅 夫妻二人还因此离了婚 给孩子办周岁燕 原本是件喜事 为什么在这个家里 给孩子办个周岁燕 却如此的低调和敏感 王女士对办酒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么介意和生气呢 因为五一的时候 我们也吵过架 那个时候是孩子办百日 办百日为什么要吵架 也是好事 都是高兴的事 在一个多月之前 我表弟急需用两万块钱 然后我表弟 他们把钱给我妈了 我爸妈那两万块钱 就当时没有给到他手里 他那个两万块钱 他拿到了之后 我在家他不给我 一定要等他儿子回来了之后 给他儿子 本来我跟他两个 过日子的话 钱其实都是我在管 如果这个钱直接给到我就 没有什么矛盾了 然后给到他之后 他立马就直接给了 一万块钱给到他妈 也没有跟我商量 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有意见 所以我就认为 你应该把礼金给我 酒期办完之后 他去厅里面找我爸 要礼金 然后他妈把那一万块钱给我 钱是直接扔在我手上的 我就追出去了 我说妈 你是对我有意见吗 他就发脾气了 他就冲过来推了我一半 他说你什么意思 孩子嚷嚷什么呀 就跟我吵不起来了 他让我滚 所以我就给我爸妈打电话了 过来了之后 他妈就开始指责我 说他从他儿子手上拿的钱 理所当然的要还给他儿子 他儿子特别可怜 手上一百块钱都没有 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就开始说这种话 最后这个是怎么收场的 他应该是过了三天 去了我家 他就觉得 所有的错都在我 是我挑事 我要给他爸妈道歉 没有认为他错了 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 双方都有错 只让我一个人来道歉 我是不乐意的 这一次王女士态度明确 拒绝道歉 在他看来 家中的经济 一直就是自己在管理 偏偏婆婆要分个清楚 为儿子打抱不平 最后弄得百日宴 大家不欢而散 他多少也觉得委屈 请不吝点赞